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扩散 4月份包括人口超过2500万的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封控 而上海除了是中国最大港口 还是许多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 所以4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是在预期之中 事实上近年以来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增速已经一路狂降 除了封控以外 全球通胀飙升 海外需求减弱 中国出口企业成本上升 以及东南亚国家疫情趋缓 抢走中国订单 也是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的因素 中国国务院近期多次提到稳外贸 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扭转中国失速的出口 本期节目将从4月份出口数据 窥探中国当前外贸面临的挑战 在3月份增速奏减后 4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再创新低 5月9号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4月份出口数据显示 4月出口2736亿美元 增速只有3.9% 比3月份的14.7%低出很多 与今年1月的24% 有着很大的差距 进口2225亿美元 同比持平 进出口总值4961亿美元 同比增长2.1% 国际金融报引述光大银行专家的话说 4月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有所放缓 主要受多点散发疫情扰动 全球需求趋缓 能源商品市场波动 以及去年高激起因素影响 出口方面 前四个月 中国与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 进出口均出现增长 东盟继续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增长7.2% 占外贸总值的14.6% 另外民营企业进出口提升 前四个月增长11% 占外贸总值的48% 比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 从产品分类来看 机电产品拉动出口效果明显减弱 主要机电产品出口金额都呈现负增长 家电音频设备以及零件等商品出口金额同比下滑 手机等电子产品出口金额也由三月份的同比增长14% 转为下降7% 另外随着欧美等国家经济体疫情趋于稳定 与疫情相关的医疗物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 医疗仪器和器械同比下降10% 作为中国高科技出口代表的集成电路出口降幅明显 增速由1月的30% 2月的24% 3月的15.5% 降到4月的1% 在增长项目中 服装和纺织品仅仅微幅增长 分别是1.9%和0.9% 大量订单被东南亚国家抢走 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3-4月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下降 降幅仅次于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期 外贸订单的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两个季度的出口势必减少 在进口方面 由于能源商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 削弱了部分进口企业的需求 4月的进口数据继续下滑 成为4月拉大外贸增速的主要原因 从类比来看 原油 煤炭 天然气 大豆等进口价格上扬 导致进口量减少 铁矿砂则量价起跌 另外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 影响了企业补库存的步伐 另外就是去年进口强劲 基数较高 由鉴于供应链中断导致出口行业面临燃眉之急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的措施 比如5月5号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五点政策 一 保订单和稳定重点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出口 二 疏通海空港 提高作业和通关效率 三 便利跨境电商出口退换货政策 四 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投放 五 优化广交会等平台服务 支持中小微企业参加境外展会 此外 5月9号 全国促进外贸外资平稳发展电话电视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强调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做好稳外贸 稳外资工作 再度提到保订单 保市场 确保物流畅通 开放平台等工作 明镜电视台局势节目主讲人郑旭光 对胡春华的讲话进行了解读 胡春华强调要积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就危险了 外贸和外资的基本盘出现了大问题 中共的宣传一贯是到发展上促进什么 这方面是出现了大问题 胡春华讲话叫积极努力 用了两个词汇 外资外贸不要说发展了 能稳住就不错了 需要你积极努力 而且不一定最后能稳住 说明4月份的情况出来非常不好 在节目下半段 美国华盛顿零极限基金管理人 严英哲和我 就4月份出口增速奏减 以及中国政府稳外贸措施进行讨论 中国海关4月份的数据显示说增长只有3.9% 比3月份的14% 还有1月份的24% 增幅下降了很多 那么您估计现在这个上海这个风控 对于这个的下降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那么接下来风控结束以后 会有某种程度的逆转 这次报告的出口3.9% 对中国世界工厂来讲是相当差的 原因在哪里 基本上中国在疫情方面 比如上海的风控影响很大 全国情况也差不多 那整个数字是下来的 这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碰到完美风暴 碰到打仗 欧洲经济上非常疲弱 对中国的进口当然也会减低 美国方面的经济也有高峰往下走的趋势 那东南亚方面比较强一点 但是毕竟整个世界碰到通膨 那通膨当然影响经济活动 也影响到需求 所以是很多事情碰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经济 在这需求慢慢紧缩 然后物价又上涨 所谓的滞涨情况之下 碰到中国又是疫情起来 国家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 所有的东西碰在一起 完美风暴 把这个数字拉到3.9 那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下个月怎么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出口的数字 在一月份的时候是24点多 然后上个月是14.7 那一路降到3.9 那这个情况到底是因为4月份 封控的原因数到底有多大 那我们就看下面一个的数字 下面一个的数字可能也不会太好 因为战争还在 欧盟 美国 整个世界的经济情况 大概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我想这个数字不会太好 可能就是说要看坏的程度到哪里 您刚刚提到这个海外的需求都在下降 那但是我们听到说拜登总统现在在考虑 因为通膨居高不下 有在考虑说要把那个特朗普时期 对中国限制的那个关税就是继续取消 就是或者是减少 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出口会不会有些帮助呢 事上拜登总统这个动作是在减低美国通膨数字 因为在川普总统打贸易战增加关税之前 平均对中国获得关税大概是3个percent 打贸易战一两年之后 平均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大概拉高到19点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这方面通膨数字当然高起来 因为这个政治关系 美国马上要到其中选 所以这个通膨的数字如果太高的话 会选举是不低的 所以他要把这个数字拉下来 拉下来很多地方可以拉 但是比如说食油方面 食油方面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战争的关系攻击就受到很大的说说 最早疫情引起的通膨之前就是因为关税 那在这一方面政府的决策政策法律把关税减低 当然可以把通膨的数字给拉下来 这是最明确最确定的一个方法 所以前一阵子大概会对中国产品532项来减低这个关税 这样的话对中国的出口当然是有好处的 最近因为美元的高涨全球的主要货币对美元来说都是贬值的 那那个人民币也是贬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对于中国的出口会不会暂时起到一些帮扶的作用呢 对现在就是说全世界股市汇市再次全面下跌 那这个汇市方面下跌是表示对美国 因为你汇率就是一定要两国的汇市来比较 那全世界都对美国下跌 所以针对中国的出口 针对美国这一块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全世界不止美国 美国占中国的这个出口也不是百分之百 那亚洲各国因为人民币扁的关系 亚洲各国现在的情况是禁扁 那东南亚那些国家为了出口竞争力 它也要禁扁 就是说大家对着美元大家都来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好处 但是对欧盟对东盟这些没有好处 所以有一部分对美国是好处的 那尤其东盟其实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胜过这个欧盟跟美国 就您刚刚的解释说 如果大家禁扁 等于说那相对来说 人民币对于菲律宾 或者是越南的这些国家的货币来说 还相对比较强势的话 那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不利了 是这么说吗 对就看大家扁到多底 如果说中国只扁 有很多国家扁得比人民币多的话 那中国在出口方面也就占不到太多的好处 中国对于出口方面 东盟那几国还是最大 等于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东盟 所以那方面很重要 可是你反过来说 东盟国家跟中国又有竞争性 因为比如说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菲律宾等国 它跟中国密集工业方面的同质性 达到76%跟中国出口方面是竞争性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中国在亚洲方面 在这个出口方面 目前的情况之下 没有拿到太大的好处 就看大家贬值的情况如何 这里是财经时事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零政策 导致中国出口锐减的相关讨论 请继续收听 您刚提到这个东盟国家 就是跟中国也有竞争关系 就算在上海封控之前 中国的出口 我看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中央已经意识到 这个外贸局势会越来越紧张 现在很多工厂也迁到 像越南这些劳工比较便宜的地方 去生产这是个大趋势 但是国内很多专家仍然坚持说 就是中国市场还有它的优势 就是说中国的产业链 相对来说比东盟国家 要相对的完整 而且中国的这个劳工素质比较高 而且中国人又比较勤奋 那您觉得这两方面 对于中国的这个外贸来说 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 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呢 是 您刚刚提到的那些 都是很多公司 尤其中小企业 仍然留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在中国中小企业 这几年在这个做 比较中长期的决策方面 是非常困扰的 第一个川普总统上任 2018的时候打贸易战 贸易战一打的时候 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关税影响 就开始想起说 我是不是搬到越南 搬到泰国缅甸这方面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2000年开始又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 影响经济很大的这个情况 那那时候全世界受这个新冠影响相当大 比如说越南 越南就搞到美国这个 那个Nike Nike的这个球鞋 根本就是没获应付2020跟2021的震战节 所以那时候又想说 我想搬到越南 那现在中国在疫情控制之下是最好的国家 它又不走了 现在又回到原来还是这个新冠的问题 全世界大概就慢慢走向这个 与病毒共存的情况 那你中国又在搞风控 是不是我又要移除中国 所以这个是目前中小企业 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个大问题 还是由你刚刚说的那些理由 来丢在中国的 但如果说这个风控情况 这个物流的供应链 中断这些情况没有再改善的话 我想这些中小企业 现金流现在都快要断链的问题了 尤其对这个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通常不太受到银行 大力支持的银行 大力支持的都是那些大企业 也许国营方面更没有问题 那中小企业现在就是 我们讲简单的例子 你看一个餐厅好了 我请了十个工人 那因为关门的关系 我固定成本还是在 我房租不能不交 没有客人 然后房租必须要继续交 我只有请工人回家 那现在纵使恢复正常的话 我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资金 在这个风控时间 我没有金流 那没有金流 房东可能要補助 那纵使你今天在危险边缘下 你擦边球 你没发生大事情 你现在要回来 十个工人已经先跑了八个 所以这个都是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就尽量赶快把这个交通物流 把它给烫通 然后产业的供应链 把它连结起来 赶快复工复产 这是唯一能走的路 那也期待着这一条路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之前 你撑不下去 可能就是出大问题 现在目前很多中小企业 都是面临这个大问题的 提到这个豁唱启流这一项 有关至于物流的读点这个问题 前一阵子不是说 发行这个全国统一通行证吗 可是看起来实事上 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个各地还是设立一些关卡 物流的情况 您看起来也觉得有改善吗 对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太大的改善 比如说到大概5月上旬 5月8号为止 中国还有102个疫情风险地区 有20一是属于高风险 那80一是属于中风险 我们知道这一次中国 不说封城把它改成封控 留下一些弹性在那里 也就是说你工厂继续工作 但是就是要在封闭的空间里面 工人在里面吃喝睡 然后所以这个生产继续存在 然后也说这个中国最大港 上海的港根本也没有封 港还是继续在运作 但是还是出现在这个交通物流 你东西不是都在上海生产的 你可能是在江西 你可能是在湖南湖 那这个货要运到上海怎么运呢 就是要用卡车运 卡车运现在就是中国 实行这个清零政策 你一个货车要下一个交流道 它要运你的健康码 通常就是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安全 但是绿色的它中间有一朵小花 这个小花就是绝对安全 它要看你要下上海下交流道 它看你绿色的中间一个小花就没事 但是如果这个卡车实际 经过风险地区的话 地马中间的小花会变成一颗心 你又下不来了 这个就是现在回答的问题 就整个电子卡住了 刚才是中国出口增速 大幅降低原因的讨论 接下来要就中国国务院出台 稳外贸一系列措施进行评估 请继续收听 全球通胀问题 中国企业进口的成本也在增加 有一些企业它能够把涨价的因素 转嫁给消费者 那您觉得中国的这些产品 它也能够做到什么 这个对于中国的企业的利润率 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个出口的素质不好 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你国内原物料上涨了 比如说我一个厂商 我一定要用到原物料 不管你经营铜铁 或者是任何肥料 一些化学产品 那原物料上涨的话 这个厂商的成本就增加 又加上物流出现问题 然后再加上出口的话 缺船缺柜运费涨 这些加起来 比如说卖到美国 对方能不能接受 我如果在这里全部跟着原物料上涨 而把运费也加上去的话 我价钱排得很高 美国方面的买家是不是能够接受 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我只有自己吸收 那自己吸收的结果 就会变成所谓出口不征收 征收不征利 也就是说我这个出口上不来 那总是上来的话 我也没有力头 那干脆大概就暂时休息不做 我们出口当然受到很大的压力 现在就是中国的这些出口企业 受到的压力非常大 最近李克强总理跟吴春华 也都提到了稳外贸稳外资 那您觉得他最近提出的 这些稳外贸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减税退税 提供中小企业的贷款 还有帮助他们稳订单这些方面 您来评估一下 这一篮子的措施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你看博物院这些开会 做成的这些决议 可以说中国是卯足了劲 要把外销的数字 不管是实质上还是数字上要做好 最主要的就是国外要有订单 你不管你再多多努力 如果没有订单的话 这个数字就上不来 所以他第一个最主要是讲利保订单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东盟跟欧盟跟美国的这些老客户 我们必须要稳住 当然有需要你的价钱的竞争性 你的产品的这个方面 所以利保订单这是最重要的 中共中央一直在讲的 六吻其中之一 最主要是吻外贸 所以利保订单我想是最主要的 所以他提到利保订单我也没错 但是能够做到哪里 这个就很难说 也就是说你在保障生产和物流方面 也要做很大的功夫 那当然它里面也提到海港空港的这个效率通关 在这一方面中国事实上还是做得不错 因为逼近中国的那些空港跟这个海港的自动化通关 各方面还算是不错的 那当然中国还是免不了那些繁文乳节 通关作业方面很多让这一顾流进出口方面 受到很大的一个障碍 这已经是大家诟病一又十年的大问题 那海港效率本身是好的 但是通关效率跟作业还是有待改进的 那其他还提出很多 我其中还有一项就是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比较大弹性 也就是说你对银行贷款三个月之内你没还掉 我三个月零一天我就戳贷断贷 这是要相当大的弹性 这我不晓得中国地方银行或中央银行能对这些中小企业给予多少的支持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优化这个广交费的平台服务啊 这些出口信用保险方面 我想不是出口减少的话 中国本来就是应该改进的地方 那么最后我想请您预测一下 现在因为这个物流堵塞的问题 这些订单就是一下子取消了 或者是转到别的地方 那么您觉得他们的弹性有多大 会因为中国解封以后 这些订单就会顺利的再回来吗 中国的外貌是打动中国经济三大火车头 外貌相当重要 中国不会轻看这一段的 那中国我认为在外貌 中国企业的特性就是人的一个特性 它的韧性还是强大的 那中国有人口红利 它的潜力还是在的 那中国也大 那什么工业都有 所以它的回选余地也不小 所以我们在观察 我想如果长期趋势的话 中国还是可以应付任何这些挑战 然后它的出口 中国也不会再说 它发展到经济或各方面 到某一个程度 就不会在这方面会减弱的 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就必须先过了短期 尤其在疫情之下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疫情 这个动态清零要搞到什么时候 这是目前我们必须特别注重的 好 银先生今天就非常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好 谢谢您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依宁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E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